我反而在欧洲看到很多人 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是非常靠近 非常靠近的 他们不贪图很多的钱财 他们过得很easy的生活 我们华人都说人家懒惰 我发觉这种丑化别人的做法非常不公平 人家是真正懂得什么 叫做生命 我讲的生命不是说晒着太阳 在海滩坐着游艇 我不是讲那种生命 人家那种生命是每天的日常生活 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 他就这样活着 你可以相信华人 一辈子他就是洗碗端盘子 一辈子他都活得很自在 我很少看到华人这样 可是我在欧洲看到很多人这样 我觉得那才叫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就是我存在 而且我做一件事情 我认为有意义 并不为别人而活 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因此我希望透过这个圣经的讲解 让我们回到真实生活的样子 否则有一天 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很悲伤 就是我白信了 你还不要说我白活了呢 我白信了 我信了半天 结果最后我是抱怨 最后我是 不管你有钱没钱 最后还是抱怨而死 不管你有病没病 最后你还是生气而死 任何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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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